资深演员廖俊经传中风 同位演员的儿子廖锦德开直播透露爸爸的病情 表示去年12月30日爸爸就有轻微中风状况 加上感冒因此送医治疗 坎言这阵子都忙着照顾爸爸 担心病情加重因此没有对外公布 除了家人连对公司都没有泄露太多 但报平安表示爸爸自己也蛮积极的 病情已经稳定下来 只是需要一点私人空间 让他好好康复 并也谢谢大家关心 直播结束后也要赶赴医院照顾爸爸 廖锦德在跨年夜PO出父子合照 并说36小时没睡 为了什么 不好说如今证实就是因爸爸中风 他直播时也坦言 最近蛮累的 网友纷纷留言为他与爸爸打气加油 廖锦德也PO出手笔爱心照报平安 表示 谢谢大家关心 我很好哦 目前休养中 别担心 还送上绯纹图案 幽默解释自己的病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